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近几年,也许是明星们意识到艺人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于是为了维持高品质的生活,在主业之余纷纷开展起自己的副业 虽然算是跨行尝试,但的确有不少艺人展现出了高超的经营水平 不但顺利打响招牌,也趁势赚尽了不少钱财 就像出生于1988年8月2日的艺人蔡昌县 近年努力打拼的她,之前突然发文与粉丝分享 表示出外大拼第14年的自己,终于买下人生第一间房 近身又可以组 她表示没有很大,但很温馨 也期许自己未来赚多一点,可以再换大房子 虽然达成人生目标,但仍然努力不停歇 蔡昌县近期的事业逢生水起 除了创立水脚品牌跨足食品业 还与好友一同投资健身用品及情绪用品 年一夜额破亿 前阵子也推出首张闽南语专辑有闲 更出演破亿电影月老 还主持了高雄跨年晚会 主持方面业绩下了大魏王来了主持棒 可谓是行程满当 而如今支持蔡昌县继续拼搏的动力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终于带下了儿子小菜包 她宣布升级当霸的时候 网友们立马留言恭喜 公布习信之余 蔡昌县还开心晒出一家三口 在产房拍摄的首张前夹服 在曝光的照片中 穿着防护服的她抱着刚出生的宝宝 戴着口罩越难言喜悦之情 躺在老爸怀里的宝宝皮肤非常红 眼睛还没睁开 暂时没办法判定 这样能想妈还是想爸 另一边刚生产完孩子的母亲 则是虚弱地躺在产床上 但她的视线一刻都离不开宝宝 看得出来 容神妈妈的她真的很满足 蔡昌县存留言称 当听到儿子的哭声时 父亲俩都很激动 忍不住当场落泪 她感叹道一切都太美好了 很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 也动情告白 老婆真的辛苦了 小菜包加入家庭后 未来将会更幸福 热烈欢迎可爱的小菜包 最后她不忘感谢 医护人员的喜行照顾 让父亲俩没那么紧张 正忙着学习 当新手爸爸的她 被问到有没有想评下一胎时 表示先把目前阶段都弄好 专心把儿子养大 原计划是等儿子长大到 会叫爸爸了 才会考虑生下一胎 还透露 私心希望二宝生女儿 直说女儿很赞 虽然儿子也不错 但女儿是首选 也坦言 健康就好 没必要一定要选出一个 关于生子一事 其实蔡昌县和妻子 历尽了博折 当年富有才华的她 不仅吸引到一大群观众的支持 还令美貌出众的空姐 Vivian刮目相看 2018年的时候 认定彼此的两人 终于前次结婚 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 如今已经迈入婚姻的 第四个年头 感情依旧十分稳定 每每曝光 都是非常甜蜜的画面 但之前婚后努力备孕 无论多么努力 妻子的肚皮 始终没有动静 后来终于成功怀孕 没想到在怀孕 五个月的时候 一生情发现 腹中胎儿又先天 基因缺陷 无奈之下 只能忍痛迎颤 父亲俩伤心不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过得很煎熬 之后又接受了 三次试惯婴儿 都失败 于是父亲两人 决定顺其自然 结果突然意外 怀上了孩子 再次怀孕之后 父亲俩其实并不开心 因为很怕 宝宝会不健康 在经历上一次 需要迎颤的痛苦 之后他们固定 去医院检查 每周都等待检查报告 直到后来 诊所大电话 告知宝宝 所有报告都正常 两个人才拥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谈到父亲俩 私下的相处哲学 蔡长县大全说 在感情里 自己是M体质 他笑说 像说被老婆压着大的感觉 喜欢被骂 喜欢被管 反正过去了 就海阔天空了 与老婆相处 十分有一套 他还说 狮子座的他 遇到牧羊 做老婆爆炸 总是嫌低头道歉 表示能让气氛 缓和下来 尽管自己没错 盗窃也无所谓 此举让媒体 字字称奇 他则那么反问 盗窃很难吗 最后也不忘 夸老婆很理性 蔡长县当年 以歌唱选秀节目出道 含后卖力的形象 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后来才在戏剧 主持组界得到不错的发展 业维之路备手看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 失业表现亮眼的他 还是个懂得感恩 有孝顺的人 蔡长县将今日的成就 全归供于情人的支持 与贵人的相助 在凭失业的过程中 也尽己所能地帮助爸爸 他曾谈言 自己的心意真的很不错 因为当年出道后 原本的未来的发展 有些迷茫 没想到居然在 极远巧合下 得到出演萌价的机会 知名度又随之水涨船高 一起当时的情况 他不禁笑说 当初确定要演出时 戏份到直接打给老爸说 爸 我要拍电影了 就像你常常看到 什么龙翔电影台 以后就有我了 不禁如此 他也分享了自己 这些年在主持界 打拼的经历 当年从外景主持人 做起的他 可说是每天上山下海 既体验挺力 也考验硬力 不过外景节目虽然辛苦 但要压挺过后 让蔡昌县 练出了一身 绰编不惊的好本领 如今主持棚内的节目 超级红人宝 他能这么得心一手 说起这段经历 他也特别感谢节目组 在当年他退伍后 还愿意等他 让他再次拿回主持棒 而他也坦言 前些年为了凭事业 不仅主持 还同时拍戏 每天只睡掉三个小时 虽然当时他也觉得 自己应该趁着还年轻 摇进牙管冲刺 但后来惊觉 只有工作的生活 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 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因此觉得很迷惘 没有方向 直到有一天 一个老师提醒他 应该过出自己 想要的生活 再次让他决定 要放慢脚步 好好陪伴家人 他也表示 家里在福龙 从事餐饮业 爸爸曾经开过海产店 牛肉面店 而当时每天一早起来 看到爸爸一人包拌 切菜 盐肉 包饺子时 那忙碌的背影 真的觉得好心疼 然而自己又帮不上忙 向学又没时间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洗碗 只要回到家 就赶快去厨房 帮忙洗碗 三不是多大的忙 但只要能减轻 爸爸的负担 他便觉得好开心 他透露 希望有朝一日 能将家里的美味 记录下来 并在网络上发阳光大 以前爸爸是为了 生活赚钱包水饺 现在最是包兴趣 所以希望能复刻 爸妈的好味道 除此之外 蔡长县也不忘感谢 一路上对他 不离不弃的太太 因为在他 只知道工作的那几年 即便感觉被沦落了 对方也始终 体贴他 并相伴左右 说着说着 还不禁油感而发 真的很感恩自己 现在能拥有的一切 之前接受采访时 他也期许自己 未来要继续 保持初心 成为一位 真性情的艺人 无论是在 演绎之路上 如何发展 都能用最真切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当个真实 真诚 有亲切感的艺人 永远都不要改变 这个初衷 在生活中 蔡长县不只是个 可努力 又上进的艺人 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体贴的丈夫 而令人心疼的是 纵使他如今 成绩非然 心中却因为 父亲的去世 梦上了一寸遗憾 当时他正忙 音乐剧 送完爸爸最后一程后 很快就回到舞台上 丧腹之痛 并没有影响表现 观众都称赞他 相当敬业 很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他等待12年 终于推出 受章专辑有闲 在记者会上 有当年超偶评审 陈山尼站台 那人此次 也有合作新歌 但在陈山尼 谈到蔡昌县 一路发展与等待时 他却突然勒崩 并透露 在后台等待出场时 就一番泪 记者当下调侃 是不是比儿子还会哭 他也半哭半笑地说 自己比儿子更会哭 因为儿子 只有整得很饿 才会大哭 他自认是一杆体质 在筹备专辑的过程中 尤其是录到新歌 比当初时 想到过世的爸爸 而自己如今也身为人妇 更能体谅父母的心情 泪崩到无法录音 范威师谈到爸爸 无法亲眼看到他发片 蔡昌县甚至更业 对记者直说 你很烦 而后范泪说 又跟爸爸说 等发片后 会来放正章给他听 录制的时候 也一直跟爸爸 更新进度 但最后 还是有了遗憾 不过他也相信 爸爸一定听得到 也会默默给予守护 就像他现在 守护家人一样 尽管如今 行程慢荡 但蔡昌县 依旧非常热衷 照顾小孩 晚上时 会放新歌 琳琅鞋 跟儿子说 等你长大 爸爸再带你去 琳琅鞋 白天 则放新歌 有闲 乐看儿子 跟着节奏 开心 守护足蹈 问到目前 照顾小孩的生活 他表示 自己还是 学习当爸的过程 也透露妈妈 姐姐会帮忙 带小孩 让他与老婆 能享受二人世界 生活中的他 因带领运动 健身用品 加上热爱运动 阳光活泼的个性 时常会向大众 分享好用的 居家健身器材 曾多次距离 健身滚轮 可以唱北家中 但随后也说 可能买来 就会放在角落 使用频率不高 此外他还提到 因为疫情影响 不方便去健身房 很多人都开始 在家看影片运动 他也是在家 三步务时 就会拉弹力带 坐滚轮 及用筋膜球 放松身体 维持体能 在长线之前 参与全明星运动会录制 但拍摄到后期 爆发三级警戒 全面停工 小说 不可以节目一暂停 就不运动 所以当时的队员们 都一起视讯健身 感情十分融洽 互相督促 保持最佳体态 他也想说 如果一开工 全身都松松垮垮 一定是不行 如今 他在影坛 还有个破译吉祥物的称号 对于是否想闯 进去殿堂 还当场直呼 不敢想 毕竟连出专辑 都像了12年蔡元梦 由此也能看出 其实蔡畅县 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人 也这是因为 这份勤恳的态度 才在演艺事业 和副业中 不断挑战自己 战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 哲星祝月 她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也期待她能带来 更多优秀的演艺作品 和精彩的荧幕形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一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一记 敬请关注